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,应降低高考英语的门槛,以减轻学生的压力,并帮助缩小农村和城市学校之间的差距。 陀庆明代表表示,英语是一个耗时的科目,只会增加学生的负担。 该科目对许多人的实用价值有限,对相当多的人来说,学习外语只是为了进入大学,他们所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以考试为导向的。 他们在工作代表建议应降低高考英语的门槛,减轻学生压力,你怎么看,或生活中很少,或从不使用外语。 陀庆明是四川省雅安市的一位中学校长,他说,英语在高考中的比重太大,与中文和数学一样,英语占150分,通过削减分数至100分,可以减少外语科目在高考中的比重,从而增加中文的比重。 他说,这可以鼓励年轻人拥有更多的文化资讯,让英语回归其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的本质。 2013年,北京市教育部门表示,到2016年,他计划将考试中的英语分数分配从150分削减到100分,同时将中文部分从150分增加到180分。 然而,该计划中途被放弃,预计今年将有超过1200万名学生参加高考,创下历史新高,比去年参加考试的1193万人有所增加。 他还说,考试中对英语的强调,恶化了城市和农村教育的不平等,为农村学生改变他们的未来,制造了更高的障碍。 他说,在城市里,小学甚至幼儿园都有受过培训的外语教师,而许多农村学校却很难雇用到合格的英语教学人员。 他说,在这种情况下,高考的外语分数越高,对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越不利,尤其是农村地区,为了缩小差距,他建议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,并与城市学校建立远程学习和一对一的交流计划。 他还说,英语课应优先考虑口语技能而不是语法测试,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,并建立他们的信心,以培养他们走向全球舞台。 上周,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董事长,全国政协委员陈伟志也建议取消英语作为中小学的核心科目。 他说,英语不应该是高考的必修课,他认为英语学习应该侧重于交流能力,而不是死机应被。